好另外带你来看到21号的上午10点 吉安分局接获报案指出 在收奉箱有民众遭到诈骗 那么警方是立刻派员前往来了解 但过程中却发现报案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 原警为了确保笔录效力 要求他酒醒后来再做执行 没想到陈姓男子却坚持提告 认为原警是刁难他来报案 因此爆发口叫 21号上午10点 吉安分局接获报案指出 在收奉箱有民众遭到诈骗 警方立刻派员前往了解 但过程中却发现报案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 原警为确保笔录效力 要求他酒醒后再做执行 没想到陈姓男却坚持提告 指责原警大呼小叫 情绪失控认为被警方刁难 因此爆发口叫 现在喝酒 这个在法律上所做的笔录都没有证据能力 好吗 如果我现在 我喝了酒我还是很清醒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在法律上你有喝酒的 你那个都是无法成立的 好不好 我讲说酒退了以后 讲酒退没有错 我现在很清醒 你跟我讲什么 原警抵达发现了陈姓报案的有民警的酒味 经了解陈姓男与有人有借贷的产生纠纷 原警先行劝导 待退局后再完成报案程序 为陈姓男当下坚持制作笔录 全案一刑法的诈欺罪受理侦办 经原警询问过后 陈姓男子表示 日前因有人急需用钱 当下借了大约5000元给他 但到了还款日却迟迟没有归还 虽整起事件属于民事借贷关系 但陈姓男子依旧坚持提高诈欺 为了保障权益 派出所也全程录影 并在陈南同意下 闲刑酒册达0.89 最后在妻子的陪同下 才顺利完成笔录 记者收风箱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